好 世足赛开打苗栗仙头分镇的尖山国小足球队 因为去年得到了女子的全国冠军 有机会站上世界第一的舞台 那没有想到因为出国经费短缺 目前还在筹措 那么消息传了出来 立刻有校友来为足球队意卖南瓜 虽然这个所得不多 但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足球队能够顺利的出国比赛 为了参加7月底日本的足球赛 尖山国小足球队一放学就到球场练习 出国很开心就对了 出国很开心 会不会紧张啊 不会 应该就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很多人不助我们出国比赛 尖山国小足球队从民国82年成军到现在 已经拿到国内外大大小小比赛 至少20座的冠军奖杯 也是全国小学足球队的五连霸 战绩辉煌 去年八月荣获全国体育署杯 U12女生组的冠军 取得103年暑期出国比赛的资格 就在7月底即将到日本比赛 却传出经费不足 让效仿是伤透脑筋 经费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困扰 我们政府又有奖励办法 奖励说可以拿到全国赛第一名 也可以代表国家可以出去比赛 那经费又不足 政府不足可能不足 那情况之下我们都是 就只能仰赖外界三星人士 有一些企业在大力支持 出国缺钱不是第一次 民国99年 足球队为了要去荷兰比赛 校长不准 教练还杠上了当时的校长 留下了男儿的眼泪 所以就走来说那里剪剪一些 小区传出 有民众赚成同桃园坐火车 到学校捐钱 也有校友开卖一学南瓜 就是希望足球队能出国见光 这些颜色不要白 这些颜色不要白 还有衣服也很漂亮 三千四三千两四 三千三四三千三三四 我们旅长一样都很希望 尖三国小 校长校长 校长也要 尔校长一样 我们都希望振兴我们 这个台湾国小的足球运动 希望是这样子 像前一阵子发生了 谢淑威事件 他如果中国大陆要买他的籍 政府为了保护他 所以有少企业人士募集了两亿元 那如果说两亿元 如果说要挽留 谢淑威这个中华民国国籍 我觉得倒不就不如 两亿元用来培养更多的学术 培育更多的学术就比较好 尖三国小足球队 七月到日本的经费 高达九十万 八月到厦门的经费 也要四十万元 宪服一年最多 补助四十五万 钱从哪里来 真的是一大难题 足球队教练指出 谢淑威的事件 让他感触很深 国内体育人才背出 中央老师想要花大钱留住人才 还不如拿这些钱来振兴地方体育 民事新闻 初君超 苗栗报导